LIKENI 第六天賽事 來到LIKENI 第六天賽事 U-19 和 U-16 分組賽已經算式完成 另外 G-19 和 U-22 賽事也已經進入第二階段 而這一天 U-19 的 FIGHTER 對著 MISSO 就成為了全場的焦點 因為這場比賽關係到兩隊晉級淘汰賽的名次 這場是 U-19 A 組最後一場分組賽 由 FIGHTER 對著 MISSO 由於今場將會決定名次 蘇果隊將會對著 B 組由梁少華領軍的Canon 為了第一場比開強隊 兩隊都非勝不可 MISSO 在上半場靠準繩的外圍投射一直領先 直到下半場 FIGHTER 開始掌握比賽節奏 在藍底頻頻上攬得分 兼搏得犯規 直到最後幾分鐘 雙方互有領先 最後首一秒 FIGHTER 搏不到犯規 拿不到進攻拳 結果以一分飲行 比數是 78 比 79 U-16的賽事是由 SHOOTER 對著 BOOSTER SHOOTER 的安家仲得分 33 分 而阿武龍也得到 32 分 即使BOOSTER 的黃玉傑得到 32 分 依然無補於是 最後 SHOOTER 贏了 BOOSTER 99 比 78 U-22的賽事由 WARRIOR對著HUNTER 兩隊賽前已經交手過一次 當時 WARRIOR 大勝HUNTER 22 分 但今場比賽中 Warrior 的球員表現比預期失準 全隊最高分的徐遠成和梁澤坤 只在分別貢獻了 19 分和 15 分 最後 WARRIOR 以 68 比 97 輸給HUNTER 去到第七日 賽事將會進入淘汰賽的階段 U-16 和 U-19 兩個組別的 一切四名將會交叉作賽 以一對四、二對三的模式來進行 之後的比賽只要輸一場就會即時出局 所以未來的益力戰況只會越來越緊扣